赶紧的抄露一下一盘野菜 像滑翔啊 香菜啊 洋葫芦菜啊 完全可以嘛 你才能什么大需要 这些蔬菜农产下来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价钱 身在城市的我们也许能想到的是不放大 只能放大只想开车 但是身在农村的农户 现在面临实实在在的问题 就是上迹有可能要接收了 黄瓜都不掌握 然后田子现在的涨势也非常不好 那如果说真的面临这样的情况 大面积面临这种情况 城市的居民就会面临到菜价难以成熟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状态 偏忽吸不好的问题 就会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 现在有个已经发展了一个阶段 就是环境的